词汶品 你 我在这里懈endinguememn 还有很多很多 incion 但是从我来讲 我更愿意用毛主席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是伟大的革命家 当然可以加上伟大的共产主义国民家 伟大的人民领袖 用这样三个比较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 来代表国度派的共产主义国民家 我们曾经就是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从世界来讲也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前苏联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辉煌 1924世纪大战之后 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 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也是其中之一 也是其中之一 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有过那样一段非常辉煌的时候 但是历史呢 它的发展是曲折 特别是用一个没有剥削的这样一种社会 去取代一个剥削制度 延续数千年之久的这样一个人类社会 它的这个历史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客观上它都出现了大的曲折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以往的剥削社会 我指的是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那里面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家破 都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非常非常学兴的 那么作为人类来讲的话呢 它是 因为它是精神生命 就是它是有思想的 所以呢 它一定会用一种这个 想象中间的 这样的一种理想天国 来寄托它对未来 对理想社会的一个追求 它又凭想象 好吧 那么 它就成为 我刚才跟同学们所谈到的 这个世界三大宗教中间的 对吧 它们的一些核心的内容 比如说天堂 极乐世界 天国 等等 天堂地狱 等等 这样一些东西 就把他们的一些追求 寄托的距离 那么不管是天堂也好 天国也好 极乐世界也好 就是作为人类 憧憬的 幻想的 这样一些世界也好 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别 其中 一定是没有过去压迫的 人人有爱的 生活非常幸福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大家知道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它的起源 其中有一个起源 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 他就是从这儿来的 而空想社会主义呢 其中的很多东西 它又是从 宗教中间的 天堂 天国 极乐世界 来的 这是人类对未来 理想社会 美好社会 的一个重置 一个理想 它的客观来源 就是这个 对吧 那么如果说 人类从天性来讲 它是追求一个 没有剥削压迫 人人平等 互相兄弟之间 互相相爱的 这样的一个集合 这样一个集体 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生活 来生活 这是人类内心的一种 真实的追求 就像一个家的一样 对吧 家里面 父母 兄弟姐妹 对吧 大家可能还有祖父母 等等 大家在一起 这一年 没有谁 剥削谁 压迫谁 的关系 他们其间的关系 就是 互相关系和爱 是正义的关系 大家希望 这样一种关系 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间 在所有的人和人之间 推而短之 全都是这样的关系 希望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马斯 马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 存在的这个私有制 这是剥削的根源 对吧 那么 他就明确提出来 用公有制来取代私有制 从根源上来显示剥削 是吧 那么 马斯 他是这个 通过 他对这个 资本主义社会 他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生产的 无所谓 对这样一个弊病的这样的深刻认识 他就提出了 用计划经济 取代市场经济的 这样的一种思维 用在暗劳分配 和暗需分配 取代暗资分配 就是谁拥有资本多 谁占有的土地多 谁就能够在整个社会分配中间 就多分 对吧 对吧 这个关系就是一种科学关系 这三个主要方念 马斯 指出了认为 人类是理想社会的 他这个筒子 为什么我特别认为 理想主义者这个词 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谈的 就是人类是理想社会的 那样的一些基本东西 正是毛主席 他从内心深处 真正追求的东西 他希望带着整个中华民族 希望整个人类 都做成这样的方法 他的人生的目标 就是进行这样一种选择 他就立下了这样一种大志 所以那个时候呢 毛主席 在他小的时候 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 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样一种可以办法 改造中国与世界 改造什么 就是改造这个 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的 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社会 就是要改变强势民族 帝国主义 对弱小民族 对弱后国家 这样一种侵略剥削和压迫 他完全地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这样一些核心的这样一些东西 然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国化了 然后呢 是带给了中国人民 经过 实际上 实际上不过是二十几年的斗争 如果从看上去那时候算起 不过十几年 是吧 一样 然后就建立一个系统 然后通过这个农业的和工业的这样一些工商业的社会 的改造 把中国的真正引向来一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 确实中国人民是站起来的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的 作为一个独立的 比较一个强大国的战略球 他的伟大不仅仅表现有事儿 因为如果仅仅表现在这儿的话 他在世界伟人的这个行业中间 他显得并不算十分的伟大 毛泽东的伟大 我觉得他是特别清醒的认识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革 然后呢就是这个社会的这样一种更替 那种后朝代替前朝的这样一种历史变革 他知道历史上像这样的事儿 重复过无数次 对吧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是如此 各个朝代 各个时期的 各个王朝的 各个不同的统治者的 这样的一些更替 非常地多 明明起义 新的王朝 新的皇帝 起来 这样的更替有多少 他知道 这些东西都毫不奇怪 他不愿意是一个简单的更替 他还要向着自己内心深处所追求的 这样一个理想天国前进 在这个时候 他就必须带着他的这些战友们 带着跟他一起干革命的这样的一些同志们 要开始一场 要开始一场新的革命 而这个革命的主要对象 不是别人的 而是自身 而是自己 就是 取得革命胜利的 这些 同志们 这些开国的人群们 是吧 在这个时候 从认识上来说 是需要提高的 如果不提高 会是怎么一个图形的 那么就是说 推翻了旧的统治者 上来了新的统治者 推翻了旧的皇帝 上来了新的皇帝 就是个简单的王朝分析 那么 人类社会原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改变没有? 没有 仍然是新的剥削鸭后 新的剥削鸭后的关系 取代旧的剥削鸭后的关系 那么毛泽东的伟大 他就是要把 这样一种 他的追求 用继续革命的 这样一种理论 把他的这种追求 在这个 理论上和实践上 能够达到实现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 建国之后 一直 这个 对他的干部队伍 要求非常严格 他对干部队伍要求非常严格 从这个建国之后的这个 真反 三反五反 是吧 是吧 以后呢 就是 到反右 以后呢 还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以后呢 还有这个 阿德陆非常了解 和故传继续革命 毛主席 他的作品 他做的这一切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从我自己呢 这个 是很有体会的 大家知道呢 我也是一个 老同志的后代 我父亲呢 也是 长征前 三一年纪的时候 参加民族起居之后 然后就到 里面来 以后跟着毛主席呢 也是分工 五余几十年 这样走下来 那么 建国之后呢 自己呢 就是作为一个 老革命吧 老革命的后代 嘛 一直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的那一场 自己是 对当时的很多事 应该说是记得很清楚 今天在回去一切的时候呢 对他的认识就更加深刻了 比如那个时候 自己 在 看爸爸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呢 这个 就注意到 特别是在返修期间 就看到画的一些东西里面 就有 关于这个 苏联特权阶层的等等的 这样一些东西 啊 而且他这个特权阶层的构成 是怎么来的 啊 而且呢 这个 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 有一个材料上写着 就是这个 苏联特权阶层构成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普遍的 就是知识文化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 跟中国的 虚而优格式 这个东西 它是有内在的 逻辑上的一致性 是吧 那么 呃 那个时候呢 开始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后来呢 呃 比如说 在中国 大家知道 是后来实行的金钱制 啊 呃 这个 55年以后嘛 就说起了 啊 那么 开始是供给制 以后是新金制 啊 那么 就是说 在这个 新金制之后呢 我记得主席是前后两次 他是要这个 就是 建新金 啊 他觉得不能够跟这个 普通的群众嘛 差距拉得这么大 我记得我父亲呢 就实际上 跟着讲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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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那时候我就听说呢 说主席呢 原来无疑应该是一级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是呢 二级 啊 比如说罗伊勤工是四级 是吧 很多老帅呢 他们是三级 啊 那么他就知道 后来呢 他把他的工资呢 就捐了两次 呃 后来最多的时候 或者是四万块钱 而那时候的这个 工人的工资 就是 大体上是 呃 四十多块钱 一直到八十多块钱 呃 甚至有一百多块钱 啊 干部呢 反而呢 跟干部的级别呢 所以 是从对 呃 那么 主席呢 这个 建工资 这一点 他实际上呢 他就是非常警惕 就是在 我们的革命队 内部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一种平复的情况 实际上他是做了这种事 后来呢 他取消军衔制 实际上 实际上他的深色的考虑呢 也是在这里 因为呢 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 我们的革命队伍呢 取得胜利 他靠什么呢 内部考证 靠很巩固的团结 主席是谈了这么几个一致 啊 叫做军民一致 啊 官兵一致 上下一致 啊 官兵一致 大家不明白 上下一致 就上一至下一致 军民一致 啊 就是革命军队 和老百姓一致 这三个一致 它是什么东西呢 这三个一致啊 我认为 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一大方面呢 就是大家的 理想和奋动目标里 我们向什么方向奋斗 就是 我们都是要建立一个 没有剥削压迫的 公平合理的社会 在这个大的奋斗目标 方向上 我们是一致 奋动目标的一致 理想的一致 还有一个一致 就是内部的关系 啊 就那么急 不要那么大 啊 大家不是当时共济制 啊 那么当时艰苦 大家一起接纳 啊 那么有时候生活改善 大家一起改善 啊 是这样的 就是生活上的一致 就是生活水平上的一致 那么正是靠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形成了革命内部 革命队务内部的这样一种环境 靠这样一种东西形成 那么 靠这样一种东西 再加上当时 它这个提出来的民民服务 这样一种非常非常真诚的口感 啊 而且呢 就是它创造一项社会的一切的理念 刚才我给你们是谈到的 是吧 消灭波西加坡 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 是吧 对于 这个农民来讲 大土豪分成的 军贫富 这样文静的思想 对吧 那么中国受外 外国的欺压 日本欺验我们 啊 那么多的列强 大国联军 都欺压我们 这个我们也不干 一定要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这样一种地位 是吧 这样一种 这个崇高的这样一种追求 正是它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这样一种价值追求 成为 当时就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共同地一样的追求 才使得它的对目迅速的扩大 而且所有的先进分子都到它这人来集合 大家知道抗日战中时期 在延安 多少有有志情人进入去到延安去 低等的人才 都到了毛泽东的旗下 都到了社会与共产党的旗下 你说这个事业 怎么可能不胜利 所以它的胜利带有必然性 而它这种胜利的必然性 正是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这样子 我们还把它 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队伍到了建国之后 由于它取得了政权了 主席说人民感谢我们 是吧 我们队伍中间有些人可能就要骄傲自马了 是不是 就可能 搞特权了 就可能当官做老爷了 就可能 不那么坚持为人民服务了 精神上 可能就要退估 可能就会有贪污腐化 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主席对这个东西非常的警惕 所以建国之后 他一直对这样的一种党内出现的 这样一种倾向进行斗争 以致到文化大革命 用这样一种 至今很多人不理解的 这样一种大民主的方法 啊 用这样一种方法 啊 进行斗争 正是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毛泽东呢 他超越了所有其他的那样的一些意识 他在变得空前 他在变得空前 我现在还不好说 啊 就一定是绝后 但是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任何人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比肩 可以跟他相比肩 无人比肩 作为一个领袖 不惜自己粉身碎骨 和自己共同走来的这些战友们 这些同志们 发生冲突 观念上的冲突 追求上的冲突 不惜 被许许多多的人 就是他的一些老战友们 老下居们 不理解 也包括 这些老战友 老下居们的他们的子女们 不理解 不理解 他宁可冒配一切风险 他还是要 为了自己这样一种异象 来奋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毛泽东的伟大 确实是 很迁入国 到目前来看 是天下 是 没有 是 没有 可命暂时怀念你 为他的领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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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